这应该是羽毛球史上最刺激的一场男双比赛 2009年世锦赛男双决赛 由中国的蔡云傅海峰对阵韩国的正在场里莹大 前面两局双方各胜一局 直到决胜局的最后时刻 双方还打成了19比19平 紧张自己的高潮部分 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这球是韩国组合挑后场出界 风云组合率先夺得一个赛点 连续后场跳杀 非常精彩 韩国组合强行挽救一个赛点追平 戒内球 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韩国组合出现判断失误 风云组合的第二个赛点出现了 这时候韩国组合反超夺得了第一个赛点 现场的气氛太炸了 这时候的每一分都可能决定冠军归属 这一球韩国组合实在太紧张了 发球稍微高了一点 直接被偷袭了后场 22比22平 22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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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 风云组合连续的后场杀球 再次追平 这时候双方都挽救了两个冠军点 发球直接偷袭后场得手 双方都太紧张了 只盯着往前 风云组合轻松拿到了第三个赛点 这时候看了韩国组合的一个发球为例 太关键了 这也是高度紧张造成的 送了风云组合第四个赛点 又打平了 风云组合已经浪费了五个赛点 太考验双方球员的心理素质了 打出了底线 这是韩国组合的一个不错的机会球 可惜没有把握住 风云组合获得了第六个赛点 这次看下能否成功对线 回球下网了 韩国组合关键一球出现失误 28比26 风云组合影下了这场史诗级的对话 场下的林丹和谢兴芳也起立为他们鼓掌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场比赛是否称得上是史上最经典对决呢 欢迎评论下方留言讨论